本地新增13520起冠病确诊率 当中2578起的聚合霉链检测呈阳 而另外有10942起是通过快速抗原检测发现的低风险病例 而另外再有6个人因为冠病病发症事 卫生部网站晚间更新的数据显示 目前有1477个冠病患者住院 198人需要输养 54人在加护病房 每周社区病例增长率为0.95 新增病例中13371起是本土病例 输入型病例是149起 目前的累计病例是846341起